大家好,我是阿瑩 I Swim 10 集已經播映完畢 並且在短短兩星期的時間內 鳳志強導演變成了過街老鼠 人人哭打 9,000 多人湧入ViuTV的Live 要求他交代 這套劇確實是不合格的 但今天我未必打算詳細說它有多不合格 反正你心裡一早已經有答案了 我打算探討的是為什麼這套劇會不合格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支持一下 I Swim 由馮志強編劇和執導 由Jeffrey 和Edan 主演 是本年度ViuTV的重頭青春劇 為什麼最後出來的成品不合格呢? 為什麼明明曾經拍過懸紅、大樂詩和犯罪現場的馮導演 最後會交出一份這樣的試卷呢? 這個問題就好像余朗聰剛剛來到啟然 他跳下水 不單脫褲,還要游得很慢 但明明班長就認證過 以前余朗聰只用腳都可以游贏的情形一樣 就是說,導演明明可以交出合格以上的電影 甚至有些相當好看 為什麼一次插班來拍電視劇 就搞到萬人聲討 大家好像獵巫想要找他出來燒死他 更甚至大家想找所有叫人不要燒死他的人出來 都燒死了他們 如果你看過一部叫做麥班的電影 你就會明白 參與獵巫的人當然覺得獵巫是正義 而作為獵巫的目標 當然覺得獵巫這件事才是最邪惡的 明明之前他考試都合格 為什麼轉了學校,再考試就不合格呢? 而且他錯的位置,我不覺得他是不懂的 如果你是一個老師,面對著一個這樣的學生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或者第一部你會想 他是不是有什麼不適應? 即是水土不服 有機會的 拍電影的節奏和拍電視劇的節奏 應該完全不同 可能是跳拍的次序 可能是劇本的長短 一個劇本可以裝載多少東西 40分鐘的時間應該說多少東西 純畫面和沒有對白的內容的比例 全部都不同 例如TVB劇會一直都是廣播劇 畫面是一個肩膀鏡 接去另一個肩膀鏡 肩膀鏡這個詞是我發明的 導演會用一個和演員眼睛平衡的鏡頭拍照 Pan到一個剛剛好拍他的頭和肩膀的位置 即是兩個演員不做對手戲 他們之間會有些對話 就兩個角色的肩膀鏡互相切換 這樣做拍的時候很簡單 更極端的情況是 兩個演員根本不需要同場就已經可以拍 電影就很少會這樣做 或者即使這樣做 比例也會很少 為甚麼呢? 因為這樣是好聽但不好看的 好處是你不需要長期看著螢幕 都知道發生甚麼事 不好處是你的畫面 真是悶到發電 一些美感 一些藝術感都沒有 所以有很多人都覺得 紅度搞到畫面很有電影感 其實就是肉有肉味 他覺得要搞這些東西是很正常的 他沒有想過電視劇觀眾 其實不需要這些東西 然後很多人都覺得 導演講故事太急太快 想十集就講完三年那麼久 搞到所有事情都交代得不清不楚 就是導演沒有去適應電視劇的節奏 所謂節奏 即是一套電影最多大約是200分鐘 導演可以搞一些起乘轉合 在不同的段落有不同的結構 可以期望觀眾坐定定在螢幕前面看 而電視劇呢 我講回10集先好了 每集40分鐘 即是加上400分鐘 但是這個起乘轉合 就要做到好像一個台灣小食 它叫大腸包小腸 要用大的起乘轉合 在400分鐘之內 包住10個小的起乘轉合 你說誰好些誰難些 其實不易講 但是如果一個一直都只是做開電影的人 來做電視就很容易有這種情況 不知如何放一些高潮 不知如何放一些紋氣 你看回I Swim 出現了這個情況 就是有一集突然之間全集游泳 另一集就突然之間全集都在談情 這個就是做開香腸的人 去做大腸包小腸 自然而出現小腸不夠鹹 或者大腸包漏的情況 回到剛才講老師改卷的比喻 第二步老師就會想 他是不是不夠時間做份卷呢 可能支筆斷了 可能考試那期他肚子 總之不知為什麼 他不夠時間做份卷 明明20分一條Essay 他寫了10個Point就寫完了 然後看10個Point 你會發現其實他認識的 如果有時間他應該可以好好地寫一篇Essay 出來拿20分 情況就像大家最討厭最討厭的第7集 這集的題目就是要塑造一個新的大魔王 以及幫前6集的大魔王王阿樂洗底 新的大魔王要夠邪惡才可以完成任務 但不知道是拍的時間不夠 還是寫劇本的時間不夠 還是什麼東西都不夠 整集給人的感覺是很凌散的 明明寫了一個Essay 最後寫了Point Form的樣子 明明要討厭的東西 但中間就會少了很多連結的討厭 所以不是Band1仔打人合不合理的問題 Band1仔打人可能在2022年是不合理的 但在1982年就很合理了 但你Point Form沒有提到這點 改捐的人又不是跟你有親 當然是一下子打個大交叉去收你功 又所以不是名校人 就不會有人用骯髒這個問題 而是他在Point Form扔一個Point 說是孝慶 這件事就不夠說服力了 同樣是孝慶 只要加一兩件事 令大家明白 觀眾是為了贏什麼都行 加份舊報紙說學界新聞 加些Goshy 說他之前是跟他們有的人 個個都不是傷啊病 去到籃球場王 被Locker推跌 便會合情合理很多 同樣是孝慶 同樣是茅 但中間的聯繫沒有做出來 觀眾聯想不到 就自然會爆漏 然後就開始說這件事不合理了 當然這個問題 也可以延伸到藝人有多少時間去拍這部劇 導演後來有沒有時間去做補拍 劇本上究竟要剪掉些什麼 才這部劇可以40分鐘內做得完 等等等等 但出來的病徵就跟上面說的一樣 點同點之間的聯繫就失蹤了 即是像大秋那樣 他明明之前是最不願意練水的 最想去玩的 到了最後一個暑假 他居然罵李馬榮不練水 即是他對待自己 和對待李馬榮的態度是極端地不一致 對白好像有一兩句說 我會陪你而已 其實就是嘗試連繫這種不協調 令大秋變回了一個立體的人 但問題是不夠 只不過一句 這個角色 如果性格不會變 態度不會變 他只是一塊指板 一件劇情的工具 但同樣的角色 如果他突然之間 性格或態度180度的選變 你就需要給個理由出來 觀眾才會明白 否則又會只會換來 不合理這種指控 到了最後一步 如果我是老師 我會想 其實他究竟有沒有深考這次事 即是他考試的時候 他是不是失戀 是不是online game 被人偷了個帳戶 是不是在家裡發生什麼事 令他不開心 其實我沒法知道 導演有多用心去拍這部劇 因為所謂的心 是內在的東西 我不單止不在拍攝現場 也不懂導演真人 單憑這套劇的結果 我實在分不清他有心 還是沒有心 你說他有心 他又極其隨便 將一堆198幾年會發生的事 硬塞下來2022年 然後什麼都不改 例如施詠和魚狼聰 躺在床上講電話 我知道兩個人 在天花板拍下去 一人一半的畫面真的很漂亮 但2022年真的有人會這樣講電話 真的不會轉用Facetime 或者Zoom之類有影像的東西 又例如為人救病的榮雍戀 私生戀沒問題 但在一街都是鏡頭的今天 你們兩個天真地 隨便找餐廳撐桌腳 實在太沒有危機意識 80年代沒問題 很合理 不用怎麼解釋很多東西 到了2022年 已經變成了一隻怪物 而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怪物 蠶食著這套劇 但你說他沒心嗎? 我去看導演的初心 即他在IG連載I Swim 的小說 我覺得他真是喜歡這個故事 說真的 小說是專注在游泳上多很多 由娛樂聰中二第一次水運會開始 一直講到中午和李馬榮鬥50次 以及班濟4x50 中間游了無數次水 當中有很多漫畫式的描述 我讀一段給大家聽 大家就會明白 我 管不了者許多 看見李馬榮足詞 我還是試著跳水的方式起步 雖然快不了多少 但至少我嘗試過 而在前十米 我用了初學游泳時那種一口氣的方法 希望衝得多遠就多遠 但大約二十米已經感到吃力 我把頭探上水面吸了一口氣 就看得黃雅樂象魚雷般緊貼而來 整段你腦海裡可以有一個畫面想像出來 娛樂聰的主觀鏡用力地向前 然後一望後面 就見到一支大大的魚雷射過來 就好像猛虎射球 真的見到老虎在球場出現 整件事是多麼漫畫 多麼FF 即是說導演寫小說的時候 都是打算把自己童年經歷變得傳奇一些 誇張一些、漫畫一些 而這件事搬到電視劇 一來又不夠預算去做一些後期製作 實在無法只做一支VD的魚雷再變成王雅樂 這樣就會變成漫畫劇情而寫實的畫面 這件事跟世界上所有的漫畫改編真人版一樣 吃力不討好 好,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我是阿影,下次再見